其实也很感谢局方和政府 听到我们的声音 推动成立应用营科学大学 因为这个是之前一直都讨论的 也刚才局长也说了 已经有大学成功获批为应用营的大学 推动这些比较用营的课程 但我也知道有些要逐步逐步调整的课程 但我留意到应用学位课程先导计划里面 那些都是说修身的情况 就好像举例有些热门的科目 护理系是爆满的 有些是一直修身不足的 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园艺、树艺及园景管理荣誉 理学士课程过去两年修身 都是资助学生的学额三分之一 还有一个是应用老年学荣誉理学士课程 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想问局长 刚才虽然人们也有回应类似的问题 但我想问一下 比如这些学科这些科目 会否考虑相对少 但其实我们社会实际都需要这些人才 会否考虑他们报读这些资助课程时 提供一些诱因呢 例如可能他们一些实习的机会 又或者他们的一些奖学金 又或者令他们知道工作前景上 有什么好处 吸引他们读课程 另外就是我们也要看看市场的需要 和年轻人的发展方向 例如好像十四五规划那样 指了香港要成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但是文化艺术发展虽然有不少的策展 艺术行政的管理人员 又或者一些新媒体 自媒体的技能 所以当局会否考虑 和大学研究开发多些 这一类的课程 因为在日后的应用大学里面 我们都可以抢到人才回来 好 陈议员提出的建议 其实我们都会认真回去和我们的院校去看看 那确实如果可以做得到 我们都希望鼓励我们多些年轻人 包括其实我们都检讨正如刚才提到 有些困难就是在入学要求那里 比如说可能他有兴趣员艺术艺 但是未必那个入学条件又符合 所以我们都在各方面 一方面加强宣传加强诱因 另一方面也都会研究一下 有没有一些 就是说某一些方面是可以松一松 让有些有兴趣有潜质的同学 是可以在那个入学要求那里 当然也不是降低那个课程的质素的情况下 按实际的情况 还有可以加强业界的沟通 看看怎样是更实际地在修生那里 也都是调整一下 吸引更多的同学去 去入读相关的行业 同时也是让同学对那个行业发展的前景 多些认识 因为有时候那些同学其实他十几岁 又不是真的好知道那个行业的前景是怎样的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会一平加强去进行的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会变得更多了 所以我们都会变得更多了 感谢观看